各位觀眾早安 歡迎收看星期四早上天文台的天氣報告 今早是楊國仲和大家說天氣 今天繼續吹著一些偏東風 由於受到這股偏東氣流的影響 今早有些地方都下過下雨 大家今早出門的時候可能都要帶著雨傘 天色方面可以看看大範圍的衛星雲圖 記得華南地區都有雲層覆蓋 雲層是比較鬆散 相信暗一點會見到更多的陽光 而且今天天氣都比較暖 6時時大部份地區的氣溫都已經有22至23度 赤立角更加有24度 我們預計今天日間的最高氣溫都會有27度 天色方面會大致多雲 初時有一兩陣雨 局部地區能見度會比較低一點 不過暗一點相信會見到更多的陽光 風勢方面我們預計今天整體都會吹一些偏東風 離岸風勢會是間中清淨 長遠一點我們預計 接下來一兩日日間天氣都會比較暖 不過去到星期日天氣會有些轉變 預計在星期日將會有古東北季後風 就會抵達華南漁岸地區 屆時我們就會轉出一些偏北風 而這股東北季後風也都會將北面一些比較涼的空氣 就會帶到華南漁岸地區 屆時我們的天氣又會再一次是涼 詳細的天氣預測會是這樣 我們預計 接下來的一兩日日間天氣都比較暖 最高的氣溫會有27、28度 去到星期日就會開始轉出一些比較大的偏北風 而且去到星期日早上天氣會明顯地變得涼 星期日早上最低氣溫只有17度 大家不要那麼快收藏外套字 好了這次的天氣報告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